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來觀賞我的視頻 和阿里伯伯一起來練武功 學習Sallyworks 3D繪圖技巧 希望看完每集視頻後,對你有所幫助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端題是這個零件 這個零件尺寸裡結構有點複雜 畫得出來已經不是一般水平了 今天就來畫這個3D圖檔給大家參考 你也可以自己先畫畫看,如果快速畫出來這個3D圖形 那我們先來瞭解他們的外觀主要尺寸 我們來看這個上市圖 這邊是120毫米 外邊圓角半斤100毫米 這邊圓角半斤也是100毫米 這邊圓角半斤是18毫米 這邊圓制徑26毫米 裏面孔徑12毫米 中心距離114毫米 中間這邊直徑40毫米 外邊圓直徑82毫米 外邊圓直徑82毫米 圓孔中心距61毫米 這邊內圓直徑28毫米 中間這邊直徑35毫米 外邊圓直徑60毫米 這邊圓角10毫米 圓孔中心距離60毫米 這邊圓孔中心距離17毫米 我們來看這個下面剖面試圖 這邊高是45毫米 這邊圓角3毫米 這邊高是26毫米 這邊高是15毫米 這邊高是5毫米 下面直徑是28毫米 這邊直徑是38毫米 這邊直徑是50毫米 這邊刀角是1.5毫米 這邊圓角3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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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也是圓角3毫米 看這個右邊剖面試圖 裡面這邊剖是24毫米 這邊高是35毫米 這邊M12螺絲孔 孔剩15毫米 壓身10毫米 壓身10毫米 那了解他們的外觀力尺寸 那怎麼樣畫呢 我們就一起來畫畫看 快速的把它們完成 我們就開始來動手吧 我們重新畫一次給各位參考 開新的檔案 選擇零件揮紙 切定 選擇上機紙面 炒圖揮紙 選擇鹽 這邊 這邊畫一個眼 切定 選擇線 集合建構線 從這邊 畫水平線 轉垂直線往上 切定 選擇線 從這邊畫一條水平線 切定 選擇 選擇靜色 選擇靜色圖圓 選擇靜色圖圓 靜色水平線 切定 選擇修剪工具 修剪不要的圖圓 選擇眼角 半徑為18毫米 選擇端點 切定 選擇智慧型尺寸 這邊 銀半徑100毫米 這邊寬式120毫米 選擇 選擇特徵 深藏填料 給定深度 30毫米 切定 選擇眼角 半徑10毫米 選擇面 切定 選擇 正面 炒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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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 切定 选择这一面炒图绘制 图面转账 选择线 集合坚扣线 从这边画水平线 转垂直线往上 切定 选择一眼 这边画两个同心眼 切定 选择近色 选择近色图圆 近色垂直线 切定 选择近色 选择近色图圆 近色水平线 切定 选择智慧型尺寸 内沿直径12毫米 外沿直径26毫米 圆孔中心距离 114毫米 选择特征 深藏天亮 光效换转 给定深度 35毫米 切点 选择超度3 深藏除料 深度35毫米 转择近色图圆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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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定 选择这一面 草图绘制 图面转长 选择线 选择线 几二建构线 从这边 画垂直线往下 转水平线往右 切定 选择圆 这边画两个通心眼 这边再画两个通心眼 这边再画两个通心眼 确定 确定 选择四毁形尺寸 内缘直径28毫米 外缘直径60毫米 这边 内缘直径40毫米 外缘直径80毫米 外缘直径82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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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缘直径1毫米 左边盘孔中心距离17毫米 選擇修剪工具,修剪不要的圖顏 選擇眼角,半徑10毫米 選擇端點 切點 選擇特征 生長填料,給定深度15毫米 切點 選擇草兔絲,生長除料 給定深度,完全貫穿 輪廓,這裡,這裡 切點 選擇這一面,草兔繪紙 選擇這邊線,參考圖顏 選擇偏移圖顏,距離5毫米 選擇邊線,切點 選擇特征,生長填料 選擇特征,生長填料 給定深度26毫米 方向喜歡轉 切點 選擇這一面,草兔繪紙 選擇這邊線,參考圖顏 選擇圓,這邊畫一個銅心眼 切點 選擇智慧型尺寸 外延直徑35毫米 選擇特征,生長填料 給定深度5毫米 切點 選擇這一面,草兔繪紙 圖面轉正 選擇線 幾何建構線 從這邊,畫垂直線,往下 轉水平線,往右 切點 選擇圓 選擇圓 這邊畫一個銅心眼 切點 選擇圓,改為集合建構線 選擇智慧型尺寸 圓直徑61毫米 選擇點 這邊焦點,點一點 切點 切點 結束草圖 選擇一形孔精靈 柔溫孔 M12 1.5 身15毫米 牙孔10毫米 3D超圖 選擇點 切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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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 選擇環狀護士排列 選擇中心面 選擇護士排列特徵 切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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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 選擇眼角 放進2毫米 選擇 放進2毫米 選擇邊線 邊線1毫米 邊線2 邊線大 邊線大 边线4 边线5 确定 这样这整个图形就完成了 再来我们给它上个颜色 选择金黄色 切定 看起来比较亲切漂亮 再来选择加工面 缓白 看起来比较清楚明白 选择加工面 好 好 什么 пре厚 加油 两条 一辆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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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整个图形就完成了 最后我们来检查尺寸 这边高120毫米 这边缘半径100毫米 这边缘脚半径18毫米 高30毫米 这边高35毫米 延熏距离114毫米 外延直径26毫米 内延直径12毫米 这边高15毫米 延熏距离17毫米 延熏距离60毫米 这边缘直径60毫米 内延空径28毫米 距离15毫米 这边缘半径10毫米 这边缘直径82毫米 缘孔直径40毫米 罗牙尺寸 这边M12罗孔 这边M12罗孔 这边缘直径2毫米 这边缘直径2毫米 这边缘直径1.5毫米 这整个尺寸是正确的 这个零件尺寸里结果有点复杂 画得出来 已经不是一般水平了 利用伸长以旋转填出料 以一星空精灵 就能快速的画出所要的3D图形 看过你就会了 OK 我们今天3D绘图的视频示范 就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观赏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按下小铃铛并订阅哦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OK OK 今天的绘图视频已经结束 希望看完这集视频后 对你有所帮助 在Sallyworks 3D绘图技巧上 若有任何问题 欢迎来信 我懂的是会尽量回答你 若你有更好的绘图方式 也请你告知指教 这种所谓教学相常 看得越多 学得越多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 点一下赞 帮我加油打气 按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有新的视频 就会通知你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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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